歡迎回來富裕向前衝 這一段同樣也是團購美食 這應該不只是團購 人家到基隆一定要去嘗 就是這一家芋泥球 來我們這個連珍糕餅 今天我們請到應該是第三代了 第三代郭柯林 郭姐你好 你好 郭姐到基隆一定就是要去你們家 李維也是對不對 那個就是必去的 外國的朋友到台灣 帶去基隆夜市逛逛 然後就說這邊有個伴手禮 馬上去買對不對 一定就是要這樣子 而且那個芋泥球 其實可怕到狂少 每個都好幾個這樣買 對 大家都是像不要錢對不對 很厲害 你知道賣多好嗎 來 郭姐告訴我們說 你們之前有一個統計是賣的多好 一年可以賣多少 我們去年統計大概賣超過300萬顆 300萬顆 如果把它換算成101大樓的話呢 聽說有超過28座 賣101 賣28座 非常厲害 而且其實東西要好吃 這個原料選的也要非常重要對不對 我們的郭姐他們選料完全不手軟 而且不手軟之外 選了好東西來之後要捨得用對不對 這是重點 來 我們今天童大廚也到現場了 童大廚要幫我們先示範一下 這個芋頭好大顆好漂亮對不對 現在就是大甲的芋頭 大甲芋頭 來 童大廚你幫我們示範 要削芋頭對不對 我們郭姐一直講說 蕭芋頭要很捨得 你來示範一下看是怎樣捨得 因為我們一般的話 我們都會去頭去尾 糟好可怕 我們都先把這個芋頭先去頭去尾 不是你去頭去尾去太多了吧 因為沒關係那個地方 太厚 用不到 這吃不到嗎 沒有一般他們都會把它拿去當那個 這個芋頭 做芋頭用 我們只取中間最精華這一部分 郭姐 老闆娘你來看看 你們這裡大廚幫你下這麼多 對啊 因為它的頭尾 它這個纖維比較多 對不對 而且一般來講 它這個口感你吃不好 所以沒辦法 一定要丟掉 因為芋泥球來講 它其實原料只有三樣 一個就是糖 一個是鮮奶 然後一個是芋頭 就這麼講話 所以最重要是芋頭 所以你材料要選得好 然後你要捨得 把一些不好的東西去把它扔掉 我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要用刀削 為什麼不拿那個削皮 像那個芋頭皮一樣 薄薄削掉一層就好 因為它這個上面有纖維 你要把那個纖維整個削掉 只留中間最白色的部分 不然你吃起來會有纖維的口感 對…那種口感就不好 沒有傷不明 對 不會鬆綿 這樣鬆綿 我就要吃看看看是有多鬆綿 那那個去頭去 我會不會有人會跟你們送 還是你們都直接丟掉 我們就直接丟掉 直接丟掉 是… 對 而且你今天芋芋 它本來就很漂亮對不對 對 超漂亮 我們先吃一下成品 現在這個芋芋是一年裡面 現在這個芋芋是很漂亮的 對 末末開始吃 對 至於當中現在冬季 老闆講說冬季的那個 芋芋最棒 芋芋現在一年裡面 所以現在吃那個玉米球 是最棒的時候 好幸福喔 吃 所以一年四季當中 這個時期 這個時期是最好的 對… 對 真的好甜 而且它的甜度剛剛好 對啊 不會太甜 我好怕那種太甜的 好可怕 對啊 姑娘你知道現在 這個方間已經出很多玉米球 有的很多麵包店 都自己在賣玉米球 可是有的好甜喔 對… 好可怕的味道 對 你這完全不會 甜度適中好好吃喔 有種粗麵的感覺 而且我們只留… 切麵就知道了 我們只留中間最精華這部分 精華兩塊啊 沒有… 你小死我了 整顆切到這兩塊 就大概中間這白 就這個地方 對啊 你看這表面還有一些 纖維的部分 對… 這是比較鬆綿的部分 中間這裡 原來如此 就是我們要留… 有點差別 顏色也不一樣 只要留最中間的 比較雪白啊 對… 然後它顏色是比較雪白 那你看看 像我們這邊就有一點瑕疵嘛 所以我們在做的時候 就把這個地方… 會把它挖掉 一點點而已 這樣子一點點不可以 你可以把它挖掉看看 這樣一點點也不可以 不是 因為至於你要 它如果有一點不好的話 在吃的時候就吃得出來 很明顯 就這樣子 那切好了之後呢 就蒸 就拿去蒸 那… 對… 蒸大概半個小時以後 我們再加糖跟奶油 就這樣 很單純而已 就這麼單純的味道 好好吃喔 這個真的是… 這不能失傳啊 確定沒有加蜜芳嗎 沒有… 就這樣子 我先把它加蜜芳 然後做好之後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過程就是蜜芳 蒸好了就這樣嗎 一顆你看就要去掉這些東西 然後再把… 我們再蒸好以後 我們還要再檢查一次 再把它弄掉 一盒師哥真的太少 對不對 一架就一顆了 顧客… 顧客意見… 蒸好了之後呢 就把它弄成冰淇淋球 對… 那蒸好以後 我們就隔天 我們再把它… 我們冰一個晚上 因為要讓它完全冷卻 那冷卻好 我們再把它攪過 攪過讓它更鬆軟這樣 那… 好了 我們就拿這個冰淇淋的勺子這樣 就這樣吧 這樣就好了 對… 這樣就一球 這樣就成品 對… 可是你看我們… 你這樣再來一次好不好 大廚你真的手腳很… 可是真的要處理它這麼鬆軟 其實不容易 不容易 這… 這跟外面不一樣 外面一般都是用豆腺機下去煮的 然後我們這個是… 純粹… 對… 蒸熟了之後再把它調整的 就這樣 調出來 而且你說大家每次都弄 你看要賣28做101 用到手抽筋吧 對啊 所以像之前我們的師傅啊 他就是說 師傅多做幾顆 他… 我們一天 如果在6日 我們一天大概要賣到5000盒 那5000盒是一盒4顆嘛 所以我們一天就要 至少要賣到2萬 2萬顆 要2萬4這樣子 對… 那你看每天喔 每天都要做到這麼的量 如果週末的時候 要幾點要起來弄啊 才來得及準備 這個我們通常是 在前一天 因為他要冷藏嘛 對… 所以他在前一天 我們就做好第二天的量 所以我常常缺貨 因為你很難… 很難去預估 因為我老是聽到這些缺貨 對… 常常缺貨 要排隊 對… 是… 真的很特別 所以用好東西 然後要捨得用 對… 就簡單的料就可以有好滋味 就這麼簡單 這當初怎麼會想到 突然間賣這個玉米球 其實玉米球 他會這麼受歡迎 其實也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因為其實這個玉米球 在我們店裡 已經販賣超過20年 可是一直賣得很不好 為什麼 因為一天賣不到幾盒 你知道嗎 因為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它的顏色 它不是很鮮豔 對啊 很鮮豔 第二就是說 那時候它保存極限只有三天 對啊 它也不讓人保存會乾掉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我買回去 再放個兩三天 我就要丟掉 所以第一個 他們一定買這個 買得很少 第二個 他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就沒什麼嘛 就是那個藕 然後就是顏色也不好看 所以就是我們一天 那時候平均一天 大概賣到四盒五盒這樣子 所以常常在丟掉 然後我們會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這乾脆就算了 不要賣了 可是我們的創辦人 他就非常的堅持 他就喜歡吃 他就說 他就說這個米仔就是很好吃 那就是說賣得不好 是因為客人不知道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個東西 怎麼樣去把它去做 你這二十幾年前 這個米仔 二十年前 對 這個米仔就已經在做了 因為它三天 你要說三天的話 可能在第二天 剩下一天的期限 一定沒有要買 搞不好第二天就要丟掉 那每天都在丟 那這個東西也不能夠事先做 對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就是說 那公司當然會考慮說 那是算了 那就不要賣了 那後來突然爆 老闆就一直堅持說 一定買的就對了 他這個米仔就是很好吃 對啊 那後來就是因為剛好 台灣這幾年美食節目 媽媽就起來了 然後就是說 有一次就一個美食節目 他來我們 他其實要介紹糕餅 因為我們是百年老店 他純粹是要介紹糕餅 因為糕餅介紹完了以後 那就是休息的時候嘛 那我們小學拿一些 拿一些甜點來吃 吃看看 結果他們就吃到這個東西 覺得很棒 很好吃 重新開機 他就重新介紹 對…然後慢慢… 就說被人家注意到 然後就爆紅 就爆紅 而且現在後來就變成 我們做好多芋頭的東西 對… 像現在我們大廚在做的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 這就是… 我倒進來 我最愛吃 一定要去買這個 然後就很奇怪 你去廉政部買芋泥球 你在買什麼 我說買這個 買這個 這是什麼 你想想 老闆你要講 這是叫做雪鹿 它是芋泥稀米鹿 對… 它最大的特色 就是說 你看它其實全部都是芋泥 對 上面是芋泥奶凍 然後這邊是芋泥蟹 那你們有沒有看到 好像一點一點的 對啊 就西米露吧 一顆一顆那個 對… 那就是西米露 對 它這樣上頭 一顆一顆就是西米露 對 以前我們吃西米露 不是都是喝的 對啊 這個有一點像 固態那種 布丁 又像果凍 那種口感 非常特別 很好吃 我們都沒有湯匙 湯匙在這裡 有… 我在想說 一等不及 為什麼不能吃 對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試試看 真的很好吃 試試看 那它製作的過程 是大廚現在正在做的 對… 謝謝… 是不是現在來做 哪一個部分 就是… 就是底層 底層… 對… 所以西米露已經加了嗎 還沒嗎 還沒… 不是 要冷卻之後才能加吧 不行… 一樣是熱的時候加 我們現在… 它這個部分已經加好了 那我們這個… 那個… 西谷米的部分 我們要抓得恰到好處 那個時間 不是煮到…煮太久會爛掉嘛 那我們要煮到剛好它… 快好之前 那用悶的 悶到它的熟度剛好 然後再… 等它悶好以後糖馬上加進去 讓它那個Q度跑出來這樣 所以要有口感 對…不能一起煮 一起煮就爛掉了 那我們這個快完成之前 那我們再把這個西谷米加進去 然後又拉拉就好了嗎 對… 所以其實它這個東西… 真的很好吃 它吸引客人就是因為它是… 西谷米鹿這個東西 而且它從上到下都是… 就是芋頭的口感 對… 它上面這一層有點像奶酪 對… 芋頭奶酪的感覺 對… 芋頭奶酪 所以像這個芋泥球 它是QQ的嘛 對不對 可是這個就是像很柔嫩這樣子 像… 像就是說… 水氣不好可以吃啦 都可以吃 對啊 這不用薄 還有當初沒有決定不做這個 好吃 不然我就吃不到 對啊… 20幾年前我還沒出生吧 對…非常好吃 對… 這位大廚 你那個西米鹿還要倒出來嗎 對… 我們現在攪拌均勻以後 就可以把它放在這個… 你小心… 它東西燙耶 不會 久了久 它是大廚 它手沒有感覺 你知道師傅都是… 那個水裡來 火裡去的那種 對…鐵沙掌 對 嗯… 師傅來看我們看到現在 還有各式各樣新的做法 像這個咧 像漢堡一樣的 嗯… 這個也好特別 這個也是新產品對不對 芋頭漢堡 對… 因為當時就是說 因為芋泥球賣得很好嘛 我們就發現說 原來喔 大家都好喜歡吃芋頭這種東西 對… 那其實如果說只做一樣的話 我是覺得說 其實芋頭它可以表現的 方式很多種 對… 所以我們除了說 在開發成橡維奶酪 這一件產品以後 我們就是變成說在這個… 跟蛋糕做一個結合 對… 對…就是像漢堡 那它上頭這個呢 不是麵包 是蛋糕對不對 蛋糕 對… 它是棋風蛋糕 是棋風蛋糕 對… 比較鬆軟 濕度的 那它裡頭的那個芋泥線 就跟我們的芋泥球 一模一樣 對…一模一樣 它好像是兩種耶 有這個跟那個在一起 它加了… 它加了一個芋塊 芋塊 所以吃到芋泥塊 要吃起來是有口感的 對… 對… 大廚 親愛的來加 我們換一道 好… 對… 所以它其實就是把它弄起來 像是一個漢堡的樣子 對… 這個就像漢堡 所以你看它 其實它比一個… 一般來講 它比一個漢堡 還要大 還要高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它的困難度 最佳是在它的蛋糕 本身它做 把它做得很膨 對… 這個是很難的 我們可以分的 它這個是要分兩次對不對 先把芋泥擠進去 對… 再把加這個芋塊 加上去 它裡頭是有一塊一塊 在那個地方 芋泥塊 你要快吃什麼 對… 我要吃啊 這個… 我要… 我要吃啊 對… 我要吃啊 沒有吃過這個 很特別 郭姐你知道以前我們買 那個芋泥球回家 我們自己有花式吃吧 好 這個就給我吧 自己花式吃吧 我會那個把那個芋泥弄得碎碎 然後把它抹在餅乾上吃 真的啊 所以這個很特別 現在是消費者都很會… 很會花腦筋 我覺得郭姐他們現在研發 都有注意到口感 對啊 三種不同層次的口感 好讚喔 松軟的蛋糕 然後芋泥的香味 跟芋塊的那個口感 而且我們最主要是 我們非常重視甜度 因為現在女孩子… 蛋糕有選 對… 有選對不對 對… 所以你會覺得吃起來不甜 對… 哇…好好吃喔 郭姐這個你會成功 這個好好吃 對…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而且重點它賣得很便宜 真的嗎 它一個那麼大 才賣35塊 真的喔 很不貴啊 你看一個小小的漢堡 你知道我有去做過那個 甜點的評審你知道 我每次早上吃四十幾到天 我就快昏了 你知道 位置到力流你知道嗎 可是我覺得 真的要位置到力… 甜度太高 可是這個不會 我覺得應該不會 所以做早餐很好 對… 這個好吃 所以就這麼簡單 把它擠上去 然後加一塊 我們有很多幼稚園 幼稚園的… 大家早餐很好 對…他就是來買這個 因為幼稚園他們有時候 除了早餐的下午要吃一點小點心 那他們就買這個 然後去切成四分之一 又精緻又便宜又好吃 因為蛋糕薄薄的 對… 好好吃喔 我們現在越來越多商品 還有這個 這個就跟芋頭比較沒有關係 這個是最新出爐的 最新出爐的新商品 開包到現在是剛好二十天 二十天了 二十天而已 對… 才二十天 對… 難怪我都沒有看過它 對… 它這個上頭 新盤藥 這跟芋頭沒有關係 完全沒有關係 對… 因為是這樣子 其實它本身 就是現在非常流行的 叫做棒蛋糕 棒蛋糕 對… 那棒蛋糕這個東西 其實它在我們店裡 本來就有賣這個 叫做重奶油蛋糕 那重奶油它蛋糕 它的特色就是說 它完全是不加一滴水 對啦 它的味道就聞起來 本身就很香 很香 然後奶味很強 我幫你吃 因為以前 棒蛋糕的觀點就是 那個… 一磅的奶油 一磅的那個麵粉 一磅的麵粉 是醬汁 醬汁 醬汁 對… 然後呢 我們在店裡本身 就是有賣一個 這種叫棒蛋糕 它是沒有包任何東西 那東西也是賣得很好 可是它的那個… 可以給大家看 斷面秀 斷面秀 裡面有些什麼 有夏威夷豆 夏威夷豆 然後有麻糬 你看白白那個是麻糬 然後那個黃黃是奶酥 奶酥 你可以聞一下它的味道 好香喔 好香喔 對 好香喔 好香喔 謝謝妳吃了 我喜歡麻糬 裡面麻糬好好吃喔 你看我們賣到現在20天左右 我們大概已經賣超過1萬顆以上 真的喔 對…每天都將近快要… 那麻糬把奶酥包起來 對… 很棒耶 很好吃喔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它口感很豐富 它不會只有吃到蛋糕這樣子 那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吃到麻糬啊 它本身有Q度 然後它又比較不甜 因為我剛剛一直說過 我們很重視這個甜度嘛 好酷喔 好…非常謝謝 給我解鮮湯大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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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今天談到的 都是團豆的美食喔 那麼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不妨來嘗嘗看喔 以上就今天我們的…